嘩!又到了星星相識的時間啦!又是我C和大家見面啦! 由民建聯主辦我們A-Plus優質生活台協辦的第五屆聲之動力歌唱比賽 在今個月的20號就會在醫館進行決賽啦!真的很緊張呀! 想起今次的入圍鈴丹就開心啦! 裡面除了有六七十年代的懷舊經典金曲 還有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哇!真的可以令我聽出以由開開心心的聽餐飽呀! 好!身邊的兩位就是合窗組進入決賽的Della和Steve 歡迎你們! Hello! 你們現在進入決賽了!有沒有緊張的心情? 也有一點 也有一點的 因為這次很難得可以進入比賽都很大型 可以在醫館這個台上唱歌三面台 所以就會好好準備自己在這個台上表演 有一點緊張的?或者睡不著的嗎? 睡不著就沒有 因為現在都在做距離工作室 也沒有比賽 很糟糕!現在開始睡不著的 也沒有比賽 每個月都不能睡 是比較慘的 我剛才看過你們的 就發現你們有幾個特別的興趣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我相信這個不為人之多唱歌的人 很少會有這個嗜好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嗜好有一點特別的 我喜歡說話 所以也喜歡做私儀 基本上你的嗜好是說話 對!很喜歡聊天 他好看寫著是做主持 但其實他的嗜好是說話 是比較可愛的 其實我本身也有做一些網上節目的主持人 平時也會接一些 freelance job 做私儀的工作 平時真的比較口齒令 我也知道你有一些女性的優點 就是很喜歡煮食 你這樣問優點 人家不知道在想什麼 不是 其實真的是美德 這位哥哥 Steve 你懂得煮食嗎 懂得 懂得 食品嘗 食品嘗 是不是食家 食家 不是食家 這個比較敏感 但你是一個拍照的發燒友 也不算發燒的 但也很喜歡 對拍照也有要求 嗯 拍人還是拍景 比較喜歡拍景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去旅行 去了很多不同地方拍照 嗯 很多攝影師都跟我說 他們比較喜歡拍景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人 農友太多 所以不敢告訴別人 不是 那些攝影師 那本相簿全部都是人 那些景在後面 是的 我發覺有些人 因為我幾個攝影師的朋友 都是看愛話 所以不要說這個 你們倆是否情侶 不是 不是 那為何會一起合唱歌 嗯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本來也有參加比賽 真的 你們是戰友 對 形容得很好 即使是比賽的戰友 對 這樣就相識了 是比賽認識的 歌唱比賽認識 是的 然後你又很留意 我剛剛聽到Steve說 很留意你 抹下 Jella 非常好 抹下 其實有沒有 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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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不好聽 抹下 這樣會不會拆出什麼火花 合唱歌 其實兩者都對唱歌有要求 大家都有 因為我都喜歡漂亮的聲音 我以為你想喜歡美女 那美女當然是 但她的聲音真的挺漂亮 很多喜歡說話的人 聲音未必漂亮 但她的聲音真的挺甜 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是一個男生的聲音 都挺風趣 我發覺我們現在的合唱組 兩個都是雙人 但你們就是 是否還未發展 不是的 其實 不是還未發展 是的 真的是戰友 是普通唱歌的朋友 其實我很久沒有玩比賽 我也有四年沒有玩比賽 但其實我們歌唱比賽 有個圈子 認識很多朋友 每個人都喜歡唱歌 所以有些Gathering 就認識到Steve Steve 又有聽過我唱歌 所以覺得對 這次合唱就找你 為什麼你不打算獨唱 只有一個人 我獨唱都有參加 我也有參加 因為第一次挑戰者太厲害了 這次未能濟身 反而兩個合唱就進軍到決賽 是的 是否一個驚喜 挺開心的 也是 但是第一次一拍就馬上 一拍就馬上 一拍就馬上 是的 其實他們說話 其實也挺曖昧 我發覺這些唱劑 其實我跟Steve 其實這首合唱歌 只是合過三次 三次? 複賽那首? 是的 初賽之前一次 複賽之前一次 我初賽的歌曲是相愛多年 所以其實Total也是合過三次 你沒有過細數? 沒有 三次 應該是很有默契的字 現在入決賽 大家很欣賞對方 所以完全感覺到大家要什麼 不是那種默契 對 也會 好像雙逢是晚 我最近用多了很多新的四字成語 很厲害 學了很多書包 很多書包 你做M.C.做了很多 你的行業是否跟 其實你是職業M.C. 我不是 你會帶回我們 不是 其實 我現在已經是被訪者 應該那個位置給你們 對 這個時候 我們不如看看他們拉票的片段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合唱組1號 我是Ste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lla Della 我們這次去到新醫館比賽 你感覺如何 感覺非常難得 所以我會爭取在這個醫館的舞台上 每一分每一秒好好享受 而我們很簡單 我們會把最好的歌聲送給每一位入場觀眾聽 那這個時候大家要做什麼呢 首先去我們那張合照 下面要一個like click一 click 就代表你們投了我們一票 然後就瀏覽我們的比賽片段 去到YouTube連結上面 對 沒錯 你們每click一下 代表我們投了我們一票 所以你們每天可以不停不停地看 之後我們3月20號 就去比賽了 記住要來 對了 你們來到的時候 不要忘記把你們的滿卷的票尾 投入去合唱組1號的箱 就代表我們投了我們一票 我們到時會唱到最好 沒錯 全力以赴的 那晚見 拜拜 他這麼正彩的拉票片段 回來之後當然繼續和你們聊天 這次這一拍 我們就講一下你們的陰路歷程 不如大家對音樂有什麼看法 不如Steve先說 從小時候開始說起 為什麼他會喜歡音樂 但他會想唱歌比賽 其實我小時候 小學已經有玩比賽 是嗎 是嗎 小學有玩合唱比賽 那時候已經獲冠軍 即是靚生之人過 小時候帶到 不是那時候不懂唱歌 真的有靚生 他的聲音真的很靚 之後就去到中學的時候 有參加唱歌 然後去到 最主要令到我會想參加比賽 因為我的師兄 因為那時候學校很受歡迎 是我的師兄 對 因為我經常玩比賽拿冠軍 所以我被稱為歌神 即是想認識女生 開始帶過兒子 想被受歡迎 想被受歡迎 所以就模仿了這條路 所以唱歌的老奴 嘗試一下 那自己本身有玩什麼樂器 最主要是我懂得口琴 口琴 對 不過如果用了口琴 我只能不能唱歌 所以就放棄了 OK 很特別 我覺得會玩口琴 因為我歌教 很溫馨 很特別 對 很甜蜜 那麽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唱歌 是很用口 是呀 幼稚園 已經喜歡唱歌 然後小學 會玩音樂節的比賽 然後到中學又會玩一些校內的歌唱比賽 其實在我的讀書時代 或者出來工作之後 都沒有間斷去唱歌 從小到大都比較活躍 比較大膽 對 很愛香 即是不會有協償的狀況 在你身上出現 基本上是嗎 都真是少一點 好像未 因為以前小時候又會玩狼狀 狼狀 對 玩個人的狼狀 變成整天都會 還有有時候在學校 可能要在禮堂上說話 就變成訓練到很少有協償 而且已經見慣大場面 都已經 不會太害怕 不會太害怕 很震的就少一點 突然我覺得 Steve 給我第一眼的感覺 是比較文靜 是 是 你現在談我解釋 原來是文靜 是被他的外在騙了 我剛才一坐下看見 應該不說話 這應該是怎樣 原來是個比較活躍的 內心 也是OK的 會不會是被Adila帶領你活躍 接觸了她的開心 應該沒關係 這個已經可以 對很多女士 對女士可以 她的耳朵已經紅了 因為師兄的引導 導致你唱歌 亦都要受女性的歡譽 所以就踏上唱歌的女徒 對 真的 好似是不會很帥 我挺欣賞的事 女生一聽到 Steve一開聲就已經 哇這個這麼漂亮的聲音 不如你唱一句聽一下 好啊 這裏 留待比賽的時候聽 大家都買過關子 我已經呼籲了很多參賽者在這場 她都說想聽我唱歌 等決賽 我或是在我們YouTube的連結 那裏看完 又賣廣告了 剛剛賣完了 每個一次都有一票 很有趣的 原來我們的參賽者 都很懂得把握時間賣廣告 當然 完全是 對 其實Adila 上次你這麼喜歡唱歌 也是這麼好動的女生 你有沒有學過什麼樂器 或者特別鍾情於什麼樂器 其實我真的沒有學過任何樂器 但其實從小到大都有個夢想 都很想學鋼琴 很想有一天可以自彈自唱 但是愛於家境貧童 那樣東西 支持不了我小時候 我經常求我媽媽 可不可以讓我學鋼琴 然後我媽媽都沒有理會 你現在OK啦 自己有經濟能力 做M's又做得好 唱歌也很好 會不會想著現在慢慢學鋼琴呢 其實我經常只有想字 因為我現在又有掌長指甲 那就剪掉了 不是很捨得 不是很捨得犧牲 而且我知道真的要 我看來你也不太喜歡學鋼琴 所以不要緊 你比較喜歡 你比較喜歡字甲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喜歡探靚 非常探靚 OK 除了樂器之外 有沒有學跳舞之類 以前我是有跳舞的 巴雷 不是 跳Jazz 除了Jazz之外 有沒有想未來有什麼新突破 要學一下什麼舞 像Brickdance的 反而我想再跳Jazz 因為也想唱快歌 唱快歌可以跳舞 其實你是主打慢歌 和Steve 對 你的樣子比較柔情 比較書生 你又比較斯文 當你不說話 對 其實也挺適合柔情的歌 如果快歌呢 Steve答對嗎 快歌要練 快歌要跳舞 有沒有學跳舞 跳舞也沒有學過 但平時玩的時候也有跳過 就是Shake Your Body 有些手 扭一下 有些時候都會跳一下 扭一下 不是 什麼東西是跳Hip Hop 不是 普通一些 都是Jazz Jazz OK 我挺期待看他們快歌 如果有機會 有機會 其實星之動力的比賽 開頭的開場 是會有歌舞 是要跳舞 到時可能會有機會 看到我們的舞姿 如果想投Steve 或Della一票 記得去到我們星之動力的網址 投他們神聖的一票 這個時候 又是時間 看看我們下一位參賽者 歡迎我們身邊 又多一位懷舊組的參賽者 莊佩林 Maggie 在跟我們聊聊天 歡迎你 Maggie 歡迎你 你好 我想問問你本身 你應該是會唱歌之人 是嗎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唱歌 但為何會對唱歌有興趣呢 因為我本身對唱歌 是有很濃厚的興趣 情意 對 不知為何 我媽媽告訴我 我四歲 當時沒有電視機看 聽三音機 聽到三音機 有些音樂聲 我自己會跳舞 很可愛 對 到十歲時 我姐姐帶我去一些 以前的 露天 歌廳 遊樂場的地方 以前張德蘭 小朋友叫張圓圓 我們去看 其實我跟她的年齡差不多 我們很喜歡看她 我看到她動 我就動 已經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 是的 我知道了 Maggie 很厲害的一個唱歌之人 色歌之人 參加很多比賽 最特別是她去馬來西亞比賽 對嗎 對 可以說一下你的比賽經歷 為何會有機會去到那邊 你不是馬來西亞人嗎 我不是 為何會有這麼特別去馬來西亞比賽 其實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我在香港參加了一間公司公開賽的卡拉OK比賽 我朋友推薦我去參加 我當時抱著玩一下心態 因為我亦停了很多年 沒有去比賽 我那次去比賽 很幸運 我拿了冠軍 因為她的公司 那冠軍是你厲害的 也不幸運 她的公司說 如果我做第一名和第二名 可以再推薦她去馬來西亞 再和當地馬來西亞人和菲律賓其他國家的人一起比賽 那次的經驗真的很開心 給了我很難忘的經歷 我拿到優異獎 但我也很開心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能夠出國表演 其實已經贏了 對 我也想不到我可以出國比賽 因為你不知為何太謙去 你覺得今次入到聲之動力決賽 都是因為好運 也是好運 太謙虛的一個人 其實是有實力的 是絕對有實力的 為何你會參加聲之動力這個比賽 會不會覺得 你現在開始參加很多比賽 為何會選擇這個比賽去參加 因為聲之動力 我覺得是一個大型的比賽 通常我們比賽 其實我也認識很多比賽的歌手 他們都是不斷去參加其他比賽 我去年也參加過 但是不幸運 進不了 怎麼變成不幸運 進到就是幸運 今年我比較幸運 就可以進到 為何我會參加聲之動力的動力 就是可以去醫館 去醫館的決心很大 對 對 你覺得站在醫館的台上 你已經贏了嗎 對 我會覺得無論是輸贏 我站在醫館 我可以享受這個舞台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已經贏了嗎 為何你這次覺得自己進步在哪裡 而進入這個決賽 你之前可能進不了 對 因為不幸運之外 因為你經常強調幸運 對 可能去年選擇歌方面 我覺得那首歌不太合適 今年選擇這首歌 是有一個難度的 我覺得這首歌 作為一個比賽歌 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今年可能會有這種原因 會入到 比較有技巧 我知道你有一種很好的興趣 是拉丁舞 對 是一種非常漂亮的舞蹈 對 為何會接觸這種舞蹈 我經過一群朋友 他們很熱愛拉丁舞 覺得我比較小 你很瘦軟 很懂得跳拉丁舞 對 他說你適宜跳拉丁舞 跟我們一起去玩 我就和我先生一起去學 大家一起去學 跳拉丁舞 跳了三年 但因為我先生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知道跳舞一定是要一批去跳 所以我都沒有時間去跳 我都沒有時間去跳 對 對 對 不如我轉去唱歌 因為唱歌一個人都可以 你先生是否唱歌 唱歌不聰明 好 好客氣 好客氣 原來是劉友如 我感覺到 唱歌是不聰明 但平時會否覺得 跳拉丁舞 其實和唱歌 可能都是表演的一環 但其實很大關係 又不是 你沒有理由跳拉丁舞 會唱歌不夠氣 會否覺得兩者之間 可以有一個互相取悅的地方 有節奏感 這個很重要 拉丁舞的節奏感 一個沒有節拍感 好像我這樣 永遠都學不到跳舞 完全是陰盲 對 但會否覺得 因為喜歡跳拉丁 可能會比較輕快 會否在歌路方面 也會比較喜歡輕快的歌 其實我一向以來 唱歌是比較感性 比較用感情 對 比較著重用感情 你的樣子也相似 對 因為我也是經歷 可以把自己的感覺唱出來 對 這是給年輕參賽者優勝的 可以投入那一首歌 對 好像《酒光堂買母》這首歌 我很喜歡 因為是講一些親情 這首歌 我們很多香港人都聽過 其實也算一首很Hit 很經典的歌曲 對 其實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其實我選這首歌 是有一個意思的 因為這首歌 我是懷念我一個親人的 我感覺到你完全有那個感覺 為什麼你這樣 我想這可能會入到決賽的原因 是你很有感情 唱這首歌 因為我平時在家裡練歌 我一… 不好意思 我一唱到這首歌 我就會… 想起這個 想起我新人 嗯 OK 是我們很感性的歌手 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唱歌 也是投入了這首歌的感情 尤其是有這樣的經歷 會唱得更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先收拾情勢 我們等一下再來訪問 現在去看看你的LINE條片段 宣傳片段 嗯 Hello 我是1號 懷舊組的莊佩林 很開心 這次可以進入 升之動力的總決賽 真的很興奮 因為可以在醫館舉行 而且在醫館舉行 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 這次真的很開心 還有呢 在比賽決賽的當晚呢 我會選唱 蘇瑞的名曲 是一樣的月光 這首歌 很有難度 也都很有挑戰性 我希望到時可以 帶給大家一些驚喜 同時 我很多謝一直以來 支持我的朋友 和我的家人 希望 你們繼續 都再支持我 投我一票 我是1號懷舊組的 莊佩林 記得啦 我們剛剛看過Maggie的宣傳片段 我希望Maggie你也能夠挑戰自己 是的 謝謝 收拾好Maggie 收拾好情緒 接下來我們會說一些很開心的事 是的 Maggie有一件 都令我挺佩服 我很專門的 很想去學的一件事 是一件月曲 是一件很傳統 很綠 不知為何我覺得女人唱 有女人味 嗯 為何呢 粵曲 唱粵曲 我覺得是中國的割稅 粵曲真的要給耐性 時間 而且一定要很堅持 才可以唱粵曲 粵曲 人家所說的是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真是沒錯 是的 唱歌的人就會知道 唱粵曲很重 也要練習 那些就是粵劇 粵劇 我們比較好 只是唱粵曲 不用做粵劇 但是它的技巧很重要 是嗎 從多少歲開始已經學粵曲 其實我不是從多少歲開始學粵曲 是從多少歲開始聽粵曲 因為我們自小時候 我應該是很小時候 因為那時未有電視機 我們那時的年代 聽心機 心機全部都聽 任白氣寶 那些粵曲 我們很喜歡聽 以前因為工作方面 可以經常坐在那裡 一邊聽歌 一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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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Maggie 你還在畫房上 唱過你的首本名曲 是嗎 是 我是第一次參加粵曲比賽 應該是19… 如果我沒有記錯 1992年 在沙田畫房 我當時是畫房 現在改了 也是一間大型的公司 因為我是她的朋友之一 那天應該差不多有五十位 每一位挑選一個出去唱 人家又選了我 叫我出去唱 代表她的舞台 我唱了一首《第女花》 是否有這首本名曲 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首歌 我也是獲得兩個獎 很多人都唱過這首歌 我聽過《第女花》 因為《第女花》是男女唱的 我一個人唱了《男女》 兩位男女音都可以 但粵曲那邊是指後 是指後和平後 完全沒有認識 但我很想聽 Maggie 清唱兩句 可以嗎 可以示範一下 兩句吧 好 來吧 我會唱《第女花》 你選擇兩句 你覺得OK 不一定要《第女花》 不一定是《第女花》 不一定 你喜歡唱哪兩句都可以 現時我最喜歡唱《超軍出賽》 這首歌我本人是很喜歡的 試試兩句 要給你一句 還是你這樣就可以 我自己想一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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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讀譜 琵琶 好厲害 你一唱完曲 你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我聽到聲音會不同了 因為有粵曲的腔 腔是不同的 很厲害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粵曲唱戲的造型 可以給觀眾看 對 分享一下 我挺喜歡粵曲的衣服 所以我特意去拍 這張是我很多年前去找人幫我拍攝 你完全是很喜歡這件事 是的 你覺得自己最適合唱什麼類型的歌 我自己其實 因為我聲音是比較高的 很多人都告訴我我會唱高音 所以紫喉適合我唱 還有一些大陸的文歌 也適合唱的 Maggie 這次和我們說了很多養美聲之道的心得 可以和家庭關於分享 如果你想投什麼結票的話 記住在我們Facebook的 升資動力專頁 升資動力專頁的網上人氣大獎投票 3月19日就會截止 記住快點支持他們 是的 投我一票 又是拉票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在這幾集 我們和各位不同的參賽者 做完訪問 相信你們都會有基本的認識 但六死誰手 始終要到決賽才知道 很緊張 是不是很緊張 很緊張 很緊張 但如果你們想重溫 今集和各位聊的對話 歡迎來代理Aplus的網址 Aplus510.com.hk 或者用我們的手機iPhone 下載我們的Apps 可以隨時重溫我們這個開心的對話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們有其他參賽者 跟我們分享他的心聲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下集再見